再來看到這個假刑警也是騙很大 高雄印尼城姓男子偽造警察的身份 企圖騙取女子的金錢 一年多時間內受害人數高達八個人 得手共三百多萬 而仔細調查男子犯罪足跡遍佈了北中南 警方徐縣逮人目前已經將他逮捕歸案 特勤人員小心翼翼 從十幾層樓高的大樓垂降 就怕打草金蛇 來到陽台外馬上破門攻堅 屋內犯嫌措手不及乖乖就歹 警方搜索發現滿屋子警察用品 制服盾牌空氣槍就連服務證都有 但通通是假的 嫌犯是他涉嫌從109年開始 偽造假刑警證件 從軍警用品店買來的相關配件 以假刑警身份約女生聊天 被害人起初以為是真警察 降低戒心 進一步交往後開始用各種理由 讓女方代電費用 受害人數高達8人 得手共300萬元 嫌犯遭到通緝被捕 不知悔改換個名字一樣手法 轉點來高雄再度犯案 前案依涉嫌加重詐欺 冒用公務員 服彰官嫌 偽造公文書 等罪嫌 移送高雄地檢偵判 低著頭不發一語犯嫌足跡遍布北中南 堪稱台版艾巴內爾 即使一再更換身份 終究若網被捕 只能乖乖禁牢反省 記者王超群成語 高雄采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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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